首相人选的课题最近让西蒙加各党陷入了僵局 马安佩宣告破局之后 前首相敦马就宣布 他将会支持沙巴民心党主席沙菲毅成为首相 然后安华跟穆克里就是副首相 然而共产党主席安华昨天却表明拒绝欺诈政治 暗示自己不会支持这项沙安穆佩的决定 不过昨天共产党总部召开中央理事会议之后 对于首相人选的立场又好像有些软化下来了 总秘书赛夫丁事后就发文告表示 任何有关首相人选的建议都必须带到西蒙主席理事会上去决定 但他也表明公正党还是愿意跟西蒙友党 针对首相人选一事继续讨论的 社会被敦马清点为首相人选的沙菲毅 在这几天下来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之后 今天他终于开生了 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毅今天巡视学校之后 在记者会上被追问 会否接受前首相敦马提议 沙安穆佩的首相人选组合 那沙菲毅表示会慎重考虑这一项推荐 不过由于需要考量多方的严肃 因此希望各界可以给他多一些时间 沙安穆佩最后会不会开花结果还有待定夺 不过针对有人指控这个首相人选的组合 是敦马要提拔自己的儿子穆克里的阴谋 那敦马今天在个人部落格贴文 拨持这一项说法 他澄清推荐穆克里担任副首相人选 并不是他个人的想法 而这项建议其实是由陈信党主席 莫沙布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最先提出的 就在西蒙家首相人选 陷入胶着的这段关键时刻 那安华却在昨天和土团党总秘书 韩沙在努丁会面 结果就引起了各方的诸多揣测 而新农党副主席古拉 还有诚信党属理主席沙拉胡丁呢 今天就发了联合文告 不点名的提醒安华 应该要分清楚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那文告中就指责 韩沙在努丁呢 是喜来登政变的幕后黑手之一 因此西蒙家各方呢 不应该要跟他促成任何协议的 并且强调说 民心党跟马哈迪阵营的国会议员呢 并不是西蒙家的敌人 而是跟他们携手合作的伙伴 文告部点名警告安华 那如果错把敌人当朋友 把朋友当成敌人的话 最终啊 只会把所有人都陷入灾难 请不吝点赌ポイン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